电视剧终极一般三在台湾收拾持续飘红 8月13日主演曾佩慈男子团体SPECHA参加反独活动 活动当天正好是七夕情人节 曾佩慈不断要顶着烈日进行反独宣传 更透露整天都会在工作中度过 那七夕在工作中度过 其实我觉得已经有点习惯了 对 就把粉丝当情人吧 对啊对啊 反正现在也没有情人 所以就觉得工作就是我的情人 早前汪东城从终极一般三中杀青的消息一曝光 立刻引起大家的热议 担心大东再步终极一般二的后尘 纯粹打酱油 曾佩慈特意澄清 并表示自己也不舍东庭练 因为我们现在的终极一般三 其实也快要杀青了 那其实大东只是先集中的拍摄完他的部分 那我自己最近在拍摄班上的戏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在 只有大东不在 那就是其实会还蛮习惯性的 看向那个空空的座位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我想念他的话 我可以传情信给他 曾佩慈不仅隔空喊话大东表达思念之情 更要求大东早日回归 兑现收拾支票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